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不到同样的怦然心动 作家毕书敏说 婚姻是包含了智慧 勇气 人格 意志的双方重新组合 很多不幸的婚姻并不是选错了人 说错了话 而是在组合的过程中做错了很多事 想让夫妻关系越来越好 以下是件事一定不能做 一 总想着付出了一定会有回报 你爱我 对我好 我才爱你 对你好 当计较付出 生于关心时 爱就变成了交换 少了甜味 多了色味 家庭治疗师魏世伟 曾经接待过一个苦恼的男士 魏老师 我家境不错 也洁身自好 魏太太做了很多 但她却没有回报 我感到很郁闷 怎么办 你付出了 她就必须喜欢 理应回报嘛 魏世伟笑着打趣道 真爱一个人 不是你对我好才爱你 而是我爱你 所以对你好 正如圣经中所说 施比受更有福 这是得到幸福的回忆方法 施爱不是把感情当作交易 更不是以爱所爱 而是因为在乎所以付出 因为真心所以主动 二 维持表面的和谐 从不交心 人到中年 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 婚姻表面和谐融洽 却陷入了冷漠症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像熟悉的陌生人一样 纪录片《幸福定格》中 结婚十年的刘女士哭诉道 你每天和我讲话 有超过一个小时吗 你就是对着手机 也不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你的成长或困惑 你也不了解我的愿望和渴求 莫名的有些心酸 明明是两个人的共舞 却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 没有沟通和共识的婚姻 注定是一场悲剧 虽然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 但和谐的面纱下 却是一颗渐行渐远的心 久而久之 日子成了凑合 生活成了将就 最终活成了彼此的可有可物 三 攻击对方的痛点 吵架是夫妻生活的常态 但必须要有底线 永远不要成口舌之快 用很多的语言 戳对方最痛的点 超级演说家中 寇乃兴含泪讲述了一段沉痛的教训 一次吵架时 为了争输赢 她专挑丈夫的痛楚回击 你凭哪点配得上我 你知不知道 你离过婚是二手活 怒得 丈夫转身走了 只留下一句 乃兴 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在失联的三天里 寇乃兴过得胆战心惊 她追悔莫及 曾国潘说过 行事不可忍心 说话不可忍口 不是每一句说出去的狠话 都来得及补救 不是每一个被痛击的伤口 都能够愈合如初 有时候 一句伤人的话 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四 过度控制着对方的生活 夫妻对待对方的态度 就是对待感情的温度 婚姻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以爱之名 让爱你的人活在枷锁里 生活中 很多人喜欢猫 讨厌蛇 可没有人会想着把蛇变成猫 因为种类不同 不能强容 同理 夫妻也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思想 喜好和行为准则 我们本能地 希望对方的所思 所想 所作 所为 要符合自己的心意 但若以爱之名 强求一致 无异于把蛇变成猫 是一种变相的情感绑架 真正的爱 不是控制和改造 而是如你所愿 而非如我所愿 就像爱尔兰诗人 罗伊克里夫特所说的 爱情不是童话剂 把你变成我的样子 而是你能成为你 我能成为我 尊重而不控制 关怀而不干涉 如此才能心贴心 情乱情 五 平凡翻旧账 微博曾有一个热门话题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嘴怕什么 有个高赞回答 一语中递 翻旧账 每翻一次 感情就多一道裂缝 夫妻之间 总有一些磕磕碰碰 如果每次分歧 都把陈年旧式 拿来来回场 只会让翻的人 更难过 听的人越恼怒 最后 小事变大事 伴侣成怨傲 与其斯拉往事 困在过去 不如就事论事 解决当下 就像了凡私讯中 所说的 从前种种 必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必如今日生 从前往事 均如昨天 一去不复返 他日未来 皆从今天起新成 因为爱是原谅 不是翻旧账 家是港湾 不是清算场 六 拉着孩子 站在一边 人们常说 夫妻闹矛盾 受伤最深的是孩子 但更让孩子受伤的 不是父母的矛盾 而是孩子被逼着站队 看过一个悲伤的故事 电影《婚姻联系》中 花心的阿尔汗 决然地 与妻子 婉打离婚 婉打心有不甘 想要报复阿尔汗 于是 她捆绑孩子 不顾一切地 挽回婚姻 凭着孩子的助力 婉打赢了 如愿地折磨了 阿尔汗三十多年 可她 却输掉了孩子的人生 长大后 女儿活成了妈妈的模样 不信任感情 孤独重劳 儿子则像起了爸爸 花心烂情 游走在不同的女人身边 不管父母怨恨有多深 都与孩子无关 他们只是爱的结晶 不是征书赢的筹码 为人父母最大的善 是不把恩怨牵扯到孩子 七 总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结婚后 你和爱人谁说了算 是两个人拿主意 还是一个人定乾坤 是有商有良互相迁绕 还是各知己见互不妥协 心理学教授李明说过 婚姻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道场 他首先考验的 是能不能用合伙人的方式 对待伴侣 合伙意味着除了承诺和担当 还要各自修炼一颗 主动维护的心 就像开公司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主张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两条路的交汇点 或共同畅想第三条路 但绝不会一意孤行 坚持我是对的 就得按我的来 正如英国作家 马克哈登所说 你如果想跟另一个人 共同生活 就必须有所让步 婚姻里 不仅有我 更有我们 有伤有良 有牵有让 才是真正幸福的模样 八 无意义的指责 林肯写过一首诗 我的日子 黯淡无光 挑剔的眼睛 吓对了爱情 她从我身旁溜掉了 原来 林肯的太太 是个非常喜欢 指责他人的人 不论任何事情 她都能喋喋不休地 说上半天 稍不顺心 就对着林肯 破口大骂 她抱怨林肯的长相 数落她的行为 林肯痛不与生的控诉 你在毁坏我的生命 是你使这个家变成地狱 然而 无休止的责难 并没有让太太感到愉悦 反而让她沉浸在沮丧中 无法自拔 责人者 神恒作之 指责就像一剂毒药 会吞噬感情 蚕噬爱意 最终伤害的 只会是自己 想要夫妻和顺 不是一当差评时 相看两眼 而是多做点赞员 相互欣赏 结伴同行 九 放大负面情绪 心理学家 加利·斯梅尔研究发现 负面情绪 有很强的杀伤力和传染性 即使一个乐观的人 与负伤高的人同处 很快也会变得郁郁寡欢 小说《一地鸡毛》中 小林忘把豆腐放进冰箱 结果馊了 一旁的妻子 欺恼大妈 大热天的豆腐不放冰箱 你这存的是什么心 小林原本心情就不好 见妻子没好脸色 顿时火冒三丈 一斤豆腐 值几个钱 就上纲上线个没完 结果 在负面情绪的裹挟之下 两人越吵越激烈 险些破罐子破摔 以离婚收场 所有坏情绪 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 作家刘娜说 情绪是一把枪 当我们扣动扳机 枪口 其实是对准了自己 夫妻之间 如果总是带着情绪相处 再浓烈的感情 也经不起一次次的 专拍和吹打 她就像一把双刃剑 毁了心情 伤了感情 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 十 对彼此的不关注 人与人之间 最忌惮的是不关心 不参与 无论多么登对的夫妻 当他们不再相互凝瓦时 情感的缝隙 也在悄然滋掌 少了热切的关注 曾经支腾遮热的关心 渐行渐远 渐无声 没有热情的参与 之前肝胆相照的相守 从此山水不相逢 最后 同处屋檐下 喜悦无人分享 悲伤无处诉说 情绪只能自己消解 纵然想要表达爱意 也捕捉不到 接受的目光 正如泰戈尔所说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不是天各一方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真正爱一个人 是眼里追随着你 心里满满庄的也是你 彼此关注 互相关怀 如此才能在凡尘 烟火之中 笑看花开花落 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 看你怎样去欣赏它 又怎样去驾驭它 每个人走进婚姻 迎接她的都是一艘 叙事待发 扬帆起航的新船 究竟是乘风破浪 只挂云帆寄沧海 还是折起沉沙 自将摩席任前朝 关键在于 扶起双方形式的尺度 做事的温度 做对了 情感 历久迷信 做错了 就变成心力交瘁 所以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和足够的准备 婚姻不是儿戏 时光也不会倒流 用心经营 远离这十件事 婚姻中就多一分清醒 少一分冲动 从此把琐碎日常 过成幸福绵长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